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一条极其罕见的深海大嘴鲨鱼 被日本村庄的渔民捕获 它的嘴巨大无比 身长大概有5米 15日 渔夫在三重县 韦治市港口附近5公里的地方 捕到了这只大嘴鲨 罕见大嘴鲨自从1976年首次被发现以来 共出现过60次 大部分都是在日本 菲律宾和台湾被发现 第一次捕获大嘴鲨 大嘴鲨是在夏威夷的海岸 大嘴鲨的寿命长达100年 白天它们下沉到海底160米处休息 晚上则上浮12米觅食 它们在海里游走觅食时会张开大嘴 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其他海生物为食 目前这条刚捕获的大嘴鲨 已经被当地的一位渔商买走 并运出了三重县 想了解更多热点趣闻资讯 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或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 猪桃TV 快快加入我们吧